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仙迪 台灣馬祖舉光香的官兵近日在沙灘上寫字求救 控訴軍營火食叉,主餐只有白飯或者泡麵加罐頭 外界質疑民進黨政府大喊抗中保台口號 但對於官兵缺糧的狀況卻猛然不知 將來一旦兩岸開戰,前線官兵到底可以撐多久呢? 台灣外島馬祖與中國大陸最近距離不足10公里 但駐守前線舉光香的官兵因棍租民船受海面情況不好 及故障維修影響停運21天,缺乏肉類及蔬菜供應 他們在沙灘寫下求救字句 國防部長邀國正星期一道歉 指軍方將空運5.2噸凍肉到當地 以供應官兵10日火食需求 台灣傳媒評論文章指出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三軍美法、梁草先行 和皇帝不差臥兵的名分 不要說是軍隊指揮官 一般平民百姓都知道這個道理 在兩岸關係日趨緊張 而且未見緩和的今日 蔡政府官員大喊備戰之際 台灣果然出現前方吃緊 後方僅吃的困境 亦難怪出現軍後招生困難 務兵成後不張 再加上有日本媒體 且台軍的後腿 真不知道將來的抗中保台之戰 應該怎樣打下去 亦有意見認為 馬祖來到火食供應出事 首先是預警機制出了問題 沒有肉沒有菜必然有預警時間 就好像家裡的米缸 不會到一粒米都沒有才去買米 都會提前買 但何以這個預警機制未發揮功能 令到充分應變的緩衝時間 都平白流失了 如果連最基本的後勤敏感度都沒有 那戰力就會出現很大的漏洞 對前線官兵的狀況掌握 有很多回報系統 可以上級單位未能充分掌握前線狀況 以至軍租船二十多天未開船 亦未做任何應變措施 可以說危機處理和應變能力都出現大問題 輿論認為台軍近年失分失信的問題層出不窮 一再打擊軍心士氣 以及社會對軍隊的信任支持 軍隊是到了必須釜底抽身 盡快進行軍事革新的時候 今集就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